我们进入状态要比俄罗斯队要快很多 不管是一攻到反击的这种节奏和速度 都要比俄罗斯队突入的快 好的 蓝老摸到球了 漂亮 我说 移传到位 好球啊 要赶平快 19分之前应该说我们在发电这一环节上是赢了对手的 我们的发球移传都要比俄罗斯队做的好 哎呀 又来一个 我刚上落了啊 不会 不是很会打劲吗 上球上的不错 好球 你看刚才这个球啊 当然前排打得很成功 但是辉伦齐在后排身体已经失去贫困的情况下 上球还是上的非常到位的 就是看出小球的这种串联 现在辉伦齐在后排这一点呢 就是也不比一个自由轮差多少 无论你是二号位的人还是四号位的人 如果你不拦望的时候 当发现对方有这种意识的时候 你要立刻收进来参与防吊 这个也是 还是看到成效 昨天在打德国的时候 我就觉得朱婷啊 在这个防吊球的这个能力上 确实做的非常棒 以往我们在这种拦往身后的吊球 基本上都是二船去防这个球 那么让主攻下撤准备进攻 二船防前之后 差点啊 非常地快 线路也是打得非常长 就像袁兴越这么高的点啊 线路打长了之后 对手很难 也很难受的 你看刚才落娃刚才那球打的 世界最长线根本没办法防 对 因为他不是防守的区域 世界赛上呢 他这个上来就能用 他就得到体现了 对 你看他的高度啊 弹跳力也是非常棒的 发球好的 漂亮漂亮 袁兴越 他是这一轮呢 是中国队的强发球的 看我们能否利用这一轮 多追点分 这次进攻四号位 好球 漂亮 对呀 袁兴越和沈靖兹配合的双刃篮网 这球袁兴越篮得好 好球 好像会快 对 对 尤其在快攻这一点上 你快打出来之后 他的这个三号位的篮网呢 人相对来讲啊 他的这个变化呀 甚至是取舍 而且会犹豫 他也跟不上你的节奏 你看你快起来之后 他的篮 掉球在前两句 运用得非常好 好球 又抓一次篮网 你看俄网都斯队现在也是存在一个问题 跟我们一样 就是一船稍微在三米线啊 形成调攻 二四号位打的时候 他也是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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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掉 上往一掉 漂亮 人相反非常快 把球上好 中国队反击 好球 太棒了 中国队前排三点 三点齐飞 对 就上得非常好 而且现在阳峰旭呢 几个二号的被溜啊 这个打得非常好啊 这个快速拉开 打开了之后呢 你看对方的篮网 他也不遵散 对 因为从第一局来看 我们发球 发电环节是非常成功的 好球 张长连刚才的这个一船 也是保证的 比较不错 尽量有机会 还是大胆的要往上上 因为我们的二船 相对来启动起来 我先跑 然后再去救球 刚才这球张长连 就是都没跑起来 跑球 拿了个背错 今天袁新月 在不管短屏也好 还是背飞也好 跟二船之间的配合 还是不错的 也是一船失误 还是发 还是不太理想 好球 张长连 我们绿把球反馈来 打球速过来 我们就再来打背飞 好球 好球 那个总部的主动性 节奏 掌握到我们自己的节奏 我主动性 掌握到那张 对方基本上打乱了 他现在大比赛领先的形状下 好球 这个球应该是已经落地了 财团说得很清楚 球在转损之间 先触地板再到他的腿上 好球 又是一颗篮网 事儿端啊 今天袁新月这一点啊 进攻啊 篮网啊 发挥的真的是很好 篮网的手心做得非常好 还是遗传啊 俄网斯队现在还是遗传 不是非常理想 无攻球太多了 哎呦 你看俄网斯队后排的两次移动 脚下也是个子高啊 他就很难做到那么快 到目前为止 应该是我们中国队的发球啊 在发球这个环节上 确确大大的就是赢了俄网斯队 组队现在24比23拿到赛点 看一下这篮网 好强哦 漂亮 关键比赛啊